本来定时的可是我要再加五个 潮友客人从外地牧迷为艾草包而来 它可以助眠 然后还可以清雪 很多 但是我就知道很健康 边说边处理艾草 料酒音忙着手工跳出嫩叶 清洗干净 你没有马上冷嘴把它冲的话 就会绑掉 所以要保持它的那个月亮素 还要以滚水汆烫 冷却之后加入 经过磨浆压干的糯米团一起搅拌 就是艾草包的外衣 费时费工的步骤 六九音说 这是照着以前做给孩子吃的方式做 馅料也不能省 梅花肉 香菇 虾米 豆干 还有萝卜干 满满的填入米团里 道地的客家风味 它的馅或是它的料 就觉得非常好吃 前几天有一个客人说 他找了很久找不到这种味道 他记忆中失传的味道 就他一吃到我妈妈做的 他很感动 有着让人会想家的手艺 六九音因此展开 退而不休的生活 带着媳妇一起创业 所以说我到了 学到了 对对 四十六好多了 四十六好多了 好 人生七十才开始 对 女生七十让魁夕 对 这七十岁才创业 这很特别的 花奖之年依旧充满活力冲劲 闽南媳妇边看边学 慢慢懂得 客人口中的美味 就藏在婆婆坚持的很多小细节里 因为有时候你吃馅饼或是什么 你常常吃到中间或是什么 会有一点地方没有熟 有的人讲说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多这一块就把它塞进去就好了 可是它一定会把这一块多的捏出来 客家婆婆要传承的爱草包 不只是留宿的记忆中的老味道 还有婆媳传承客家闽南融合的家庭滋味